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研究 通过这样一个代义制的形成 从代义制然后到立宪国家建立的过程 马克思得出的结论是什么 就是说这个代义制 或者说这个现代的这个立宪的这样一个国家形式 不是向人们所宣扬的 就是代义制的理论家们所宣扬的 是人民主权的表现 因为代义制的这个思想家宣传 你们都有这个民族选举的权利了 所以呢大家呢就是说都有了这样一个 就是每个人民在这样一个制度下都享有主权 马克思说不是的 他所表达的是什么 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和物质利益 就是说你这个职能代表 因为你当时的这个城市和市民阶层的主体 你作为第三等级 反对封建组的这样一个主体 是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 不是广大的人民 所以呢你所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和物质利益 那么正是在这样三组材料 三组材料也就是说在充分的占有历史材料的基础上 马克思呢也就是说通过对所有制 对这个等阶级和国家法的研究 对等级制的研究 通过对这三个内容的研究 他就为他写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提供了充分的认据和心得启发 和心得启发 所以马克思写这个 如果要理解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你就必须要读克罗茨拉和笔记 你才能知道马克思在这个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他是怎么来得出自己的结论的 得出了结论的 这是我们要讲的 这个克罗茨拉和 就是说这个政治研究 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上所发生的作用 那么在克罗茨拉和笔记当中 还有一个贯穿整个笔记的特殊内容 就是我们强调的对法国革命史的研究 对法国革命史的研究 那么这个研究 不仅对马克思的研究工作 起了很大的作用 而且以德法年鉴以及后来马克思的一系列的研究 比方说对法国革命的分析 对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分析 那么马克思都是通过法国革命的研究而实现的 法国革命的研究而实现的 从这样一个研究当中 从这样一个研究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当然后来马克思 就是在这样一个研究的基础上 所以到了1843年的10月 当他完成了这样一个研究 在克罗茨拉和小镇 完成了这个研究以后 马克思就和雁尼离开了德国 就到了巴黎 然后在巴黎创办了德法年鉴 创办了德法年鉴 这个杂志呢 它是一个德文的杂志 一共只出了两期 一期 这个我说的两期是什么呢 是一个和刊 它上次出了一本 是出了一本 它叫一二期和刊 一二期和刊 出了一本就停刊了 出了一本就停刊了 为什么呢 原因是这个马克思和卢格 两个人发生了分歧 发生了分歧 本来这个杂志呢 是马克思委托这个卢格 去主办的 但是呢 在这个杂志的文章上面呢 卢格呢 就是表现了 就觉得应该稍微温和一点 但是马克思呢 就认为了 一定要有宣明的 共产主义的这样一个性质和特点 而且呢 要把这个哲学的批判 和政治的批判 紧密地结合起来 就是公开的 直接的这样一个政治批判 要把它紧密地结合起来 这一点上呢 这个马克思和卢格 两个人发生了分歧 发生了分歧 所以办了一期 就这个停刊了 停刊了 尽管这一期已经停刊了 但是发在这一期上面的文章 却对这个马克思思想的发展 以及就向人们展示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当中 最重要的阶段 因为在这一期上呢 登了一下 就是我们要研究马克思最重要的文章 也是马克思自己最重视的文章 一个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导言 这是他的一个最主要的论文 还一个是任犹太能问题 这个呢 是表达了他研究黑格尔法哲学的成果的两篇最重要的文章 他把它发表了 同时呢还发表了这个恩克斯的 就是说这个政治经济学有关这个政治经济学的这样一些文章 这样一些文章 那么这样一些文章呢 可以看出啊 马克思恩克斯思想啊 在这一个时期的这样一个转变 这样一个转变 也就是说对于理解他们的思想啊 具有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作用 这样一个作用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由于这样一个对政治学的研究 马克思的哲学思想 就离开了一个从概念 就是概念的这样一个抽象的过程 就转向了一个对现实世界的一个研究 对现实的政治的研究 那么而且呢 我们看到啊 通过对这个历史学的研究呢 马克思研究了什么 所有的等级制的差别 国家和法的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 我们说最后集中什么 市民社会的问题 市民社会的问题 可以说当时这个资产阶级的兴起 是和市民社会联系在一起的 那么研究市民社会的问题 是当时所有的思想家 必须面对的问题 但是在其他的思想家那儿 比方说在黑格尔那儿 他认为市民社会的根据 在国家 就是国家是市民社会的理念 国家是市民社会的理念 那么马克思就研究到市民社会 就是说如果说马克思仅仅停留在市民社会 他和黑格尔是一样的 仅仅还是停留在黑格尔这个阶段 只是说我把你说市民 我用这个历史的研究的例子来证明 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 还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但是呢马克思的研究没有到此完结 如果仅仅只说到这儿 那么呢还更深层的问题啊 没有研究 因为法国的思想家 法国的历史学家 特别是扶皮时期的思想家也提出来了 财产关系啊 人们的利益呢 是决定这个人们的观念的 决定人们的观念 决定人们的思想的 所以这一点呢 到法国维吾主义呢 他已经提出来了 已经提出来了 那么马克思他的这个更深入的一个呢 就是到了第三个阶段 进一步对市民社会进行研究 就是说市民社会的根据是什么 如果我说国家的根据是市民社会 那么市民社会的根据是什么呢 所以为了弄清这个问题 马克思在第三个阶段 也就在1844年 开展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开展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马克思在这个第三个阶段 开展对这个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呢 他是受了恩格斯的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影响 受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影响 那么从政治批判呢 进到了对市民社会的批判 1844年经济学首稿呢 是马克思在1843年底 到巴黎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成果 重要成果 他标志着马克思 由政治批判转向了经济研究 马克思在当时转向经济研究呢 从客观上说 是由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而哲学家呢 往往不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意义 这就需要建立一门新的哲学 新的哲学 来开阔政治经济学的成果 政治经济学成果 这是他转向的一个客观原因 因为这个马克思啊 就说要研究这个问题 然后呢 他就要在这个哲学家们 都还没注意到的 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学领域里面呢 去了解市民社会 我们说了 当时的这个古典政治经济学 它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就是研究现代社会的经济 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 所以他们的思想家 最初的政治经济学家 都是自由主义者 都是自由主义者 强调这个 政治不能干预经济 经济有自身发展的 这样一个独立性 你这个 这样呢 他就把这个国家 和市民社会对立起来了 对立起来了 要求国家呢 就是说管国家的职能 你不要管了经济 经济呢 让他有一个自由 可自由发展的这样一个空间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是对市民社会的 内容的研究 是对市民社会内容的研究 马克思需要了解市民社会 就必须要研究政治经济学 从他的内容里面 去把握他的本质的东西 去把握他的本质的东西 那么同时呢 这个 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无产阶级和 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呢 也要从经济上去 说明它的根源 它的 就是这样一个阶级产生的根源 所以在这个 这两个方面 由于面对这两个问题 所以马克思呢 开展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那么在主观上啊 就从客观上 在主观上呢 马克思是 继黑格尔的法则学批判以后 需要进一步的去 在经济当中 解剖市民社会 解剖市民社会 那么在半德法年建的时候 恩克斯啊 当时发表了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这个对马克思的启发很大 而且呢 当时马克思和恩克斯啊 就是恩克斯 还有一个思想对马克思起发很大 因为恩克斯在这个 当时呢 中学 中学还没有毕业啊 他的父亲 因为他们家是经商的 就是恩克斯的父亲呢 就不让他读书了 就说你赶快去赚钱啊 去经营这个工厂 然后呢 他就到了这个 他们家的这个工厂呢 在这个英国啊 在曼特斯特 然后他就到了那个工厂去了 然后在工厂里面呢 他就接触到这个英国的 这样一个工业的发展 因为这个英国当时这个纺织业啊 可以说是最先进的这样一个工业啊 也是这个对这个整个社会啊 发展起了很大作用的 这样一个行业 所以呢 他通过这个对纺织工业的了解 对功能状况的这样一个大量的 这样一个研究 所以他就在这个时候呢 他就研究了当时的这个政治经济学 研究了社会主义学说 那么从这样一个研究当中呢 他就得出来一个结论 什么是历史 什么是历史 他认为历史应该到工业里面去寻找 应该到这个 人们的这样一个工业发展的历史当中 去得到说明 所以这个思想后呢 对马克思的影响很大 就是说你在研究历史的时候 你不能只研究这个王权的斗争啊 因为这个研究王权的和这个资产阶级的斗争 研究这样一个所有制的这个变化 它实际上它只是在政治前面上 它是不够的 那么推动这个王权的这样一个 和资产阶级的这样一个联盟 推动它的这样一个演变的内在动力是什么呢 所以马克思实际上是找不到 这样的恩克斯对他的这个影响啊 非常的大 所以他就转向了这样一个经济学的研究 想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呢 来建立起新的哲学 所以从1843年10月开始起 马克思就开始啊 仔细的阅读了当时的这个一些这个政治经济学家的一些最主要的著作 包括这个穆勒的 这个撒一的 还有李家图的 亚当斯密的 一共是读了15位作家的这样一个 写的19部经济学的著作 做了许多的折卢和笔记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巴黎手稿巴黎手稿 这个巴黎手稿的笔记呢 现在保留下来的保留下来的只有七本笔记 只有七本笔记 这七本笔记当中有五本是和1844年经济学手稿有关的 其中包括李家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赴税原理 以及麦克库罗赫的 任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成就 个别问题和意义 以及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 等说这样一些遮掠和这个评语啊 是非常的强细 非常的强细 那么正是通过这样一些研究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 有了比较多的了解 就是最初的 有一个最初的了解 并开展了这个批判 而巴黎笔记呢 就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开端 研究政治学的开端 所以这个马克思我们讲的 克罗赫拉克笔记 是研究什么 政治学的笔记 是研究历史 是历史学的笔记 而巴黎笔记呢 是经济学的笔记 它是一个是在1843年 一个是在1844年 那么这两部笔记 可以反映了马克思思想的 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发展过程 除了1843年的 1844年的这个巴黎笔记以外呢 马克思还在1844年的 在这样一个笔记的 研究的基础上呢 写成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那么这样一个手稿呢 主要写成于1844年的4月到8月 4月到8月 它由三个片段组成 三个片段组成 那么第一个片段呢 一共是这个 写就是一共有36页子 组成的一册的手稿 马克思在这个三个栏上面 分别写上什么 工资 资本的利润和地租 这个马克思把这个资本主义的 这个大致的能果啊 把它写出来了 写出来了 这就是什么呢 资本主义的结构啊 工资是什么 代表了功能 功能靠工资生活 是吧 资本家靠什么呢 靠利润生活 靠资本嘛 所以呢 它是资本的利润 那么这个地租什么呢 是地主 是地主 就是土地出粥的这样一个部分 所以呢 实际上当时啊 也就是马克思把这个 整个的这样一个 社会的这样一个结构 它的这个社会的这个资本的结构 以及社会的这个能组成的 它的主体构成的这样一个结构啊 基本上呢 在这个第一稿通过这三栏的标题啊 它就表现出来了 表现出来了 这是第一个片段啊 在这个片段当中呢 马克思还在自己的这样一个 后来出版商 根据马克思这个片段的这样一个内容 把它加了一个标题 叫意义化劳动 因为马克思通过这样一个标题啊 标出来的 他讲的问题是什么 讲的是意义化劳动 讲的是意义化劳动 所以就把它标了一个意义化劳动 这是第一个片段 那么第二个片段呢 实际上啊 它是这个 一共是有40页 但是呢 前这个36页 全部都散失了 只剩下4页 只剩下4页 所以第二个片段呢 只有4页子 只有4页子 还好呢 马克思在这个第二个片段里面呢 加了一个标题来说明他的思想 这个思想是什么 就是考察他家的一个私有制的关系 加了一个私有制的关系 在这个里面呢 实际上马克思啊 就可以啊 看到马克思这一个部分 所考察的基本内容 基本内容 就是考察私有制 那么第三个片段呢 是由一个68页的这个B记本所构成的 那么其中呢 有23页是空白的 也就是说前面的部分呢 也散失了 那么后面呢 实际上他也 马克思也加了一个 后来这个出版商啊 根据这个 把这个 开头 以及这个 对第二页的这样一个 36页和39页的这样一个补充材料 把它组织一起 根据他的内容 就加了一个名字 就叫什么呢 就说这个 国民经济学中反映私有财产的本质 和共产主义的标题 共产主义的标题 也就是马克思讲的一个 共产主义理论啊 那么这一个部分呢 他在这个资本认的考察上呢 就是考察需要生产和分工 这个出版商啊 最后把这样用需要生产和分工啊 来把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部分的 这样一个标题啊 把它标出来 标出来 那么最后呢 这个因为这个 马克思在写的时候 政治学写完了以后 写个序言 写个序言 然后呢 这个序言呢 后来 本来是马克思写完了以后 想了自己应该有这样一个东西 就把它放到这个 前面去了 把它放到前面去了 后来呢 就把这个第四部分里面 有些保存下来的 这样一个手稿 一个相对独立的手稿 那么就加了一个什么 货币 就是马克思当时啊 对货币的一个研究 货币的研究 作为一个专门的标题 那么在这个 结尾的这个 第五部分 也就是马克思后来写的 在 马克思写完这个 184年经济学 这个哲学手稿的时候 就想到了 通过这样一个 政治 通过这个 对历史的研究 和对经济学的研究 马克思就开始 对这个 如果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当中 马克思仅仅仅是对黑格尔的法哲学进行批判 那么在这个时候 马克思就想 应该对黑格尔的辩证法 和他的整个哲学做一个批判的研究 做一个批判的研究 所以在1844年的经济学的手稿的最后一个部分 就附上了马克思的 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批判的这样一个标题 标题是马克思的这个 在这一期时期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哲学思想的一个发展 哲学思想的发展 那么可以说呢 马克思在这个时期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两个最重要的成果 一个是巴黎笔记 一个是1844年经济学的手稿 由于这两个成果呢 马克思可以说 他的思想发展呢 就形成了 基本上形成了 他的这样一个 异化劳动的理论 以及共产主义理论 那么这些呢 对他的这个资本主义批判 以及包括他时间维护主义的创立 都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 马克思进到了第四个阶段 那么第四个阶段呢 实际上也就是从1844年到1846年 这个时候 马克思啊 他的思想发展的悲快 发展的很快 那么也就是呢 开始这个阶段是从神圣家族 到得意志的形态 就说马克思啊 和恩克斯合作 恩克斯合作 对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 进行了这个疑疑的清理 这个恩克斯跟马克思写信的时候说 你赶快把你的这个书写完 因为当时马克思要写一个 经济学的这个著作 他说你赶快把你那个 经济学的书写完 你不要求完美 他说因为呢 我们的研究水平 已经超过了当时的政治学家 你要想完美 这个是做不完的 我们现在的论物是要什么 我们要写 写我们自己的书啊 有必要 就是让别人了解我们的思想 我们有必要写我们自己的书 这个一本一本的书啊 来对我们的前面的 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呢 做一个清算 做一个清算 来表达我们的观点 让别人知道我们的观点 那么恩格斯当说的 这个书就是写神圣家属 所以这后来呢 是这个写的这样一个 神圣家属的这样一个书 后来马克思连 他自己的经济学著作呢 当时也就没写完了 后来就转过来 两个人写了这个神圣家属